全世界都看到 也很擔心 Omicron變異病毒株 因為它的傳播力這麼強 所謂一經爆發是幾何式 甚至是海嘯式增加確診個案 以葵聰邨來看這個情況 1月24日的累計確診和初步陽性的個案數字是226宗 應該有超過10座在葵聰邨的樓宇都找到一些確診或者初步陽性的個案 但其實94% 即是有210多宗集中在以下這三條村 第一就是日葵樓 日葵樓仍然有新的個案發現 第二座是影葵樓 新發現的一座也是個案比較多 應該是超過10宗 也是昨天初步陽性和確診個案發現的 就是下葵樓 所以我今天需要宣佈 我們會在今天將下葵樓都要接受五天的遺風的強制檢測 由於日葵樓 即是第一座爆發 亦到今天為止是個案最多 應該是超過150宗 原本的遺風的強檢是到明早的 到明早我們就需要延長兩天 即是說要到1月28日 最新的包含